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达一包包榨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果 早餐是一天之中第一顿饭,不过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吃早餐 或者是随便吃点充饥即可,尤其是上班族 几乎很少在家里面做饭,都喜欢直接在路边早餐店买点东西吃 其实早餐是非常重要的 想要吃好早餐饮食更健康,这些食物应该要少吃 一,方便面,方便面是一种特别快捷的美食 直接放到碗里面,热水浸泡几分钟就能够吃 上班族特别喜欢用这种食物来做些早餐 不过方便面属于高油炸食物 长期吃这种食物做早餐会造成营养受入不足 而且油脂的含量会不断提升,这样就容易诱发出现高血脂的问题 二,剩菜剩饭,晚饭做得特别丰富 吃不了大多数人就会将这些剩下的饭菜放起来 第二天早晨正好热一下做早餐 这种做法虽然看似非常节俭 可是这些剩菜剩饭里面容易有亚硝酸 这种成分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所以早餐尽量不要选择这一类的食物 三,零食 早晨没有食欲或者是时间来不及 很多人就会直接选择吃面包,饼干,巧克力之类的零食来冲击 这些零食一般都是比较干的 这样就会让身体处于半脱水的状态 而且这些食物消化和吸收比较困难 营养成分也非常有限 所以经常吃零食做早餐容易营养不良 甚至还会让自己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差 诱发一些疾病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没了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感谢观看